我們現在要聽主持人有講真答 大家聽這首歌的時候有感覺什麼不一樣嗎 有感覺奇怪嗎 有感覺好像好穿很實在 跟剛才要穿的幾條歌的意思 才有人覺得 雖然這條歌跟壓不扁的玫瑰花 主題是一樣 因為原來映桂城市的秀書 這邊是春庚冠的賣主 但是選這支國中的課本的時候 人家的教學部變成 春庚冠不住這個題目的本子 因為在漢義裡面有很多的意思 已經變成我們現在的通俗改歲裡面 會過程去 所以他覺得這個春光沒什麼特動 可能他覺得春光是限制級 所以國中三年的課本 不能放進去 改作壓不扁的玫瑰花 所以剛才那首歌的很客氣 他是在陰性子 小姐 我相信有很多工名的秀書 讓不一樣的人來做主做曲 那是很正常的 所以標示說有很多年輕朋友 他們在做曲的時候都會想到 他們幾千歲的秀書 所以他們出現到這種項目 所以主持單位 他擺來的時候特別說 剛才沒有介紹 就說大家不知道 看出來說 這實在是剛才的主題 工廳秀書 還是他不一樣的 很客氣 我們繼續 還有一條他的秀書 來編曲 做曲的是 曲會開的時 曲會開的時 作詞者也是李勤雄 要唱 做曲才是鄧明中 我想待會可能是明中要唱 要唱這首歌以前 我們一樣 要請這個作詞者李勤雄 這個地方 幫他做這首歌的家 我希望大家做一個介紹 以及這個所謂